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了72小时最后通牒 9号是最后期限 李文中没有道歉 还说他手上有个秘密证人 吴敦义听了不以为然 那个证人口妈是他自己幻想的 那个证人不是在他手上吗 他不是掌握了证据吗 然后他自己捏造一个所谓秘密证人 那个秘密证人现在也可以出来啊 他说会被黑道恐吓 黑道议题已经吵不完 又传出吴敦义担任立委时的政治现金专户 出现一笔顺意沙石行捐了20万给吴敦义 而这间沙石行三年前曾经被政院公平会 以恶意囤积沙石 哄台价格罚款185万 这中间有没有利益关联 又是否与江青梁有关 还记得五天前江青梁在TVBS2100节目上 是这么说的 下午记者找到了这家沙石行 不过依照地址却是一间普通民宅 屋主不在家 邻居也只听说屋主好像从事沙石业 其他不清楚 而民进党紧咬吴敦义和黑道关系 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眼看吴敦义10号就要提告 李文中说他没再怕 吴敦义和李文中形成互杠局面 引发轩然大波的黑道议题 看来还有得吵 所以南投宪明当然不会搞错 可是全国观众一定要知道 不是李文中跟吴敦义在选 是李文中跟李朝青在选 管长是这样 吴敦义是异党 怎样不敢 李晃 他自己很爱跟他们讨论 他就要挤牙膏式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吴敦义你如果说第一时间那个照片曝光之后 你就承认说对 我跟江青梁真的认识 那我们也一起有去巴黎道 那他也曾经捐了10万块给我 这个新闻到此结束 没有人会讨论 因为吴敦义没有要选县长 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就跟他上次去香港行 我记得我们也在这边讨论过 你讲到证据拿到多少 他就承认一点点 然后到现在你看到目前为止 他到底跟江青梁去特建 吴敦义亲口证实是特建叫郭平徽 可是江青梁自己讲说 他有跟吴敦义一起去特建延青标 但是吴敦义讲的是说 他去建了延青标 但是他没有提到有江青梁 这个特建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难怪大家会一直追 所以这跟吴敦义的个性有关吗 其实他就是个性的问题 因为他从政这么多年来 从蒋经国时代他就开始参政 然后在那个时候讲话 是要非常小心谨慎 所以喜好有时候会装模作样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评论有个县长 就是很骄重就公开这样说 蒋经国是他的干爹什么之类 然后就哭啊唠的 最后就政治前途就没有 所以吴敦义是非常小心谨慎 那国民党传统的政治人物 每个人讲话都是这样 话留三分 或者只说三分话 那你要揣测他下面 因为在威权时代都是这样 所以吴敦义其实承袭了那个 因为他出道很早 他承袭了那个传统性 但是说吴敦义 认不认识江青梁 我觉得这种东西 根本就不用去否认 因为不管那个男女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搞选举的人 没有是非黑白 只有选票 哪里有选票就是哪里 哪个人有选票 哪个就是老大 所以吴敦义 减便宜嘛 就发现那里有个人 有选票 而且影响力很大 他是立法委员监秘书长 要服选啊 当然会跟他很好嘛 那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有选票 他为什么有选票 一定大家都知道 介绍他的人 马上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江青梁就说 为什么今天扯不清 是因为江青梁出狱以后发急 实在是民进党 其实也塑造了他 造就了他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林中南 那时候当县长 林中南在南投县 有七个林中南 有七个同名同姓的人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还会分神 对对对 真的七个 其中一个那个时候 在帮中央日报 做那个运报车的生意 就是中央日报的那个 运报车生意 他就找了这七个人 就通通结拜兄弟 然后还在南投 造势造很大 我还去吃过他 去看过他的场子 哇 有够影响 威力有够大 那就是最大的选票 所以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绝对都认识江青梁 不要否认 没什么好否认的 所以可是看 李文中说 人家问他会不会害怕 他说他没在怕 可是我觉得是吴敦义没有在怕 因为吴敦义 起来老神在在 我跟你讲 吴敦义过去每一次选举 他都会打出四个字 叫清廉严谨 而且那时候有媒体说 他的形象塑造 是接近完人 常常细处说 自己的第一纪录 然后自己多么清廉 那也确实 他在清廉这个部分上 你现在还没有抓到他 有什么贪污舞弊 这些事情 那是事实 可是严谨 他也严谨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口才 口才照就说 他配用到某一件事情 你不能说他说谎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不老实 他没有据实以报 就是我们讲的很油 你唱歌很油 讲一件事情不直接讲 给你拐拐抹角 譬如说 人家江青梁 既然是你口中的更生人 是个善人 那他捐十万给你 你就讲捐十万 他就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什么灯光 用了夜市场地 然后人家十万块钱 本来场地费不要退给你 然后他又退回去给他什么 然后他就把那个十万块干脆就作为财产申报 那个选举经费的一个申报 然后非现金捐献 然后把他扯到说自己是很严谨很守法的一个人 你就讲说十万块钱 因为选举的时候 三教九连都捐嘛 砂石场我又不可能是像我的助理一样 每一笔去看 然后砂石场我们就不收 没有这样 你只要符合那个上线标准就可以了 所以每件事讲成这样 那你说 他说完全不认识江青梁 是看到 一周刊的报道之后 才知道他过去前科记录是这样 才知道他过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一点我就觉得完全是别差 为什么 就是说 别差我说 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 人家叫他白贼翼 我就说他这个事情上 有很多评论也讲说 你就坐实了 因为你的危机处理 你的说法坐实了 过去人家给你的风泡 也未必说人家完全说的不对 你想说 江青梁何许人物 他是一个2017年 他星期才要浮满的一个假示范 你说根深人也对 但是你去讲到江青梁这号人物 你别说难投 你也更不要把他局限在草屯 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甚至我跟你讲 中部的延青标 他为什么去看延青标 有一定的交友 延青标敢不敢插他的事情 我相信也不敢忍试 你说张荣卫 在三年多前 江青梁有开西餐厅 他不是开夜市 他有开西餐厅 张荣卫还去剪彩 你说如果江青梁有什么事情 你说张荣卫跳出来说 我敢跟他做对 其实也不至于 所以这号人物是 我问过有一些资深的社会记者 他是一个叫了出名号的一咖 你要说定位是大咖小咖 我认为也是大咖 A咖 A咖 算是现在就是慢慢的 他假释出来然后慢慢有一番成就 当然你说夜市他做得好不好 当然是很好 有他这种实力的 可以在2002年假释出来 04年就给你搞了个8000坪土地 600个摊商 而且很多他找自己的更生人进驻 可不可以请他来台北龙山市那个地下商城那样子 他圆环也包给他 最近有人这样讲 刚刚刚刚讲的没错 但是能够弄那么多地 弄那些东西没有政治力帮忙 是啊 是做不到 那我们问一下 吴敦宇有备猜吗 我跟你讲 那你又后悔让我发言 因为吴敦宇自己真的 他自己也觉得很圆 为什么 我不信替他讲话 我认为他处理这件事情 是极大的瑕疵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社会上整个都在讲 把他当香港行 一起说他挤牙膏 不一直讲清楚 不一样 跟香港行是不一样的 香港行是 他你问一段他讲一段他讲 但是今天你说他讲牙膏不对的 他认为是民进党在挤牙膏 为什么 今天这一段事情爆发出来后 你去问他 他突然间回应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这件事情回应 你说他马上可以记起来说 江青年有捐我10万了 哦 沙石场有捐我20万了 哦 我有帮他办特件了 他全部都可以马上记得起来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好 退一万步讲 他马上可以记起来 人家来访问他的事情 他马上通通讲说 沙石场有捐我20万了 江青年有捐我10万了 这个我有帮他办特件了 有没有政治人会这样做的 不会的 我跟你讲 今天民党就一直把事情讲清楚嘛 就你是先丢一个 过一回又丢说他有捐10万 第二 第三个又丢 那就每天一两天丢一个一两 是民党在挤牙膏